24岁的赵露丝 黄金时代的美女和伴侣人才 巧克力、眼泪与误解 电影中最令人心碎的时刻作者 陈哲源 是什么因素帮助赵露丝成为当红 才华横溢的演员 以及他演艺生涯面临的挑战 加入我们 通过这个视频更深入地探索 这位才华横溢的女演员的职业生涯 娱乐界涌现出年轻的才华总是值得庆祝的 而赵露丝无疑是这样一位展露头角的新星 他早已迷住了观众和评论家 在24岁的年龄 他使才华和辛勤工作的力量 在一个常常被光彩和不可预测性 所标志的行业中的名正 赵露丝个人特质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 他能够毫不费力地融合美貌和才华 在一个常常把外貌视为重要的行业里 他的成功尤为引人注目 然而 他的吸引力并不是肤浅或做作的结果 相反 他来自一种新鲜 自然的魅力 给人一种邻家女孩的感觉 这种朴实无华的品质 或许是观众被他吸引的原因之一 在一个娱乐业常常塑造 不可企及的美丽标准的世界里 赵露丝的可亲性透过他的形象发光 使他成为了许多人的楷模 除了外貌 赵露丝的品格增加了他的吸引力深度 他被形容为简单和善良 他在与人交往中表现出真诚 这种真实性在一个以虚伪和假象 而文明的行业中是一颗罕见的宝石 在一个崇尚真实性的时代 赵露丝的真诚自然与观众产生共鸣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赵露丝的奉献精神和职业素养同样值得赞扬 在一个可能令人筋疲力尽 和要求极高的行业中 他对待工作的认真和负责态度 使他脱颖而出 无论是投入角色 还是在每次拍摄中尽最大努力 他都展现出一种 常常与经验丰富的老手 相关联的职业精神 这种职业道德 是他对自己职业承诺的名证 无疑在他迅速展露头角中 起到了重要作用 赵露丝从人民日报 等受尊敬的出版物中获得的认可和赞誉不可低估 这样的荣誉不仅验证了他的形象和品格 还作为鼓励和指导的源泉 对于像赵露丝这样在行业中 仍在开拓自己道路的年轻演员来说 这种认可可以提升自信心 激发决心 然而 要记住娱乐业的成功是一个持续的旅程 赵露丝有前途的职业应该被 看作是一项不断进展的工作 他对不断进步和成长的承诺至关重要 在一个竞争激烈且不断演变的行业中 演员们必须不断发展和适应 塑造他的形象和品格 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磨练他的演技并扮演不同的角色 对于他的长期成功同样重要 总之 赵露丝在娱乐界的旅程 证明了才华 辛勤工作和真实性的力量 他能够平衡美貌与内涵的能力 他真诚善良的本性 以及他坚定的职业精神 将他带入了一个有前途的轨迹 像《人民日报》这样的荣誉 提供了认可和鼓励 但赵露丝对持续成长和学习的关注 将是在一个不断要求 创新和重塑的行业中 维持成功的关键 随着观众继续被他的才华和魅力所吸引 我们只能期待赵露丝的明星 在未来繁荣的时光中会更加耀眼夺目 片中最令人心碎的时刻 由陈哲元饰演 暗中的秘密是一部年轻校园爱情剧 以其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和引人入胜的角色 而赢得了许多观众的喜爱 虽然这部剧主要集中 讲述了校园男神和可爱的灰姑娘 但他也深入探讨了残酷和心碎的时刻 考验了角色们的坚韧 特别是 第17和18集 被认为是该系列中最令人心痛和情感激荡的时刻之一 第17集 以其中一个主要角色行路飞兴高采烈的通知 周思即将举行的绘画比赛开始 然而 这个看似无辜的对话 却在行路飞开始对该系列中的另一个角色丁弦 发表负面言论时发生了残酷的转折 这种背叛和诽谤的行为 无疑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时刻 因为它凸显了校园环境中有意和竞争的复杂性 更让这一集变得更加令人震惊的是 行路飞竟然在周思面前大胆地拿起 并吃掉了周思桌上的美味巧克力 未经允许就拿走他个人和珍贵的东西 并在他面前食用 表现出一种令人深感不安的残酷程度 此外 行路飞不仅当场吃了巧克力 还带了一些走 打算稍后在丁弦面前炫耀 这种自私和缺乏敏感的行为 进一步加重了场景的悲伤 因为显然伤害到了可能对周思有感情的丁弦 转入第18集 情感的过山车继续 特别残酷的一幕涉及康沙迪和董祥 这两个曾经亲近的角色发现自己陷入情感困境 他们相互倾诉 分享内心深处的情感 并流下眼泪 展现出的真实 深刻的情感让人痛苦的意识到 他们曾经美好的关系 现在已经变得痛苦不堪 这一幕是对人类情感和关系脆弱性的鲜明提醒 为故事增添了深度和深情 在第18集的另一场戏中 残酷表现出不同的形式 刑路非操纵办公室的情况 让白聪和丁弦更加亲近 这种操纵行为使周思达到了极限 他决定离开办公室 感到沮丧 然而 白聪追了出去 质问周思对丁弦的追求 周思和白聪之间的争论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 让丁弦深感担忧两人可能会打架 当丁弦介入干预时 他无意中听到了激烈的交流 误解了周思的意图 这一系列事件的高潮是 令人心碎的时刻 丁弦感到受到背叛和愤怒 决定匆匆离去 周思迫切希望解释自己 但却再次受到责骂 这一误解加深了角色之间的裂痕 增加了情节的情感波动 这些来自暗中的秘密 第17和18集的场景 确实是该系列中最残酷和情感激荡的时刻之一 他们突出了人际关系的复杂性 背叛的后果 以及误解对人们的撕裂力量 作为观众 我们被吸引到角色的痛苦和苦难中 使这些情节变得令人难以忘怀和深有影响力 这部剧巧妙地探讨了爱情和友情的起伏 让我们迫不及待地想看看这些角色 最终将如何在黑暗中找到更幸福的结局 赵露斯的旅程尚未结束 踏出书页之外 他继续引领着艺术和名誉的道路 凭借坚韧和全情投入 他正在创作出令人印象深刻 且备受关注的作品 忠实的观众一直支持他 愿意关注他的每一部进展和新的成就 巧克力 泪水和误会 电影中最心痛的时刻 带领我们进入了赵露斯令人惊叹的旅程 并为全球年轻人树立了榜样 提醒我们 坚韧和激情可以战胜一切困难 这本书不仅仅是一个明星的故事 还是一个失败 学习和成熟的故事 当我们合上这本书时 我们会记住自己的承诺 坚持追求自己的激情 怀着毅力和勇气面对生活 回顾赵露斯 我们看到希望和勇气 以应对从未放弃的生活 他的旅程已成为一个永恒的传说 我们将继续关注他未来杰出而闪耀的职业生涯 感谢观看